Yo yo 各位小伙伴 我这里有四台笔记本 请神提 是我这里有四台笔记本 不是我有四台笔记本 之前呢 我拍一个视频 就是我去销身机场 帮我的狗朋友拿笔记本 就是这台笔记本 当时呢 我是因为手边有工作嘛 就带上我的这台笔记本 去机场了 在路上的时候呢 我向大家展示了一下 我这台笔记本 大家都说 神神啊 你一个女孩子 怎么能这么的买台 这台呢 是摄影在用的 SinkPi的P5R 这台呢 就是相对来说干净很多 是因为摄影比我干净吗 不必不是 是因为我这台笔记本呢 是一般放在楼上 去直播做菜的 所以九十九十上面 就是油污会非常多 我从网上买一套 常规的清洁盗装 但理论上来说呢 这种清洁盗装 它对我的笔记本作用并不大 难以置信的增 先把它上面的小碎线扫掉 这种扫不掉的 你就用这个吹它就好 本来呢 我是想先擦外壳 但仔细想想 还是先擦键取器吧 两瓶液体 这瓶呢 是清瓶的 另外一瓶呢 是清壳的 反正就喷上液体 开始擦就好了 这个贴起来的地方呢 它是个摄像头 总是担心这个摄像头 会被泄露影四叶 现在这个液晶瓶上的油斑呢 就大污渍已经被我擦干净了 等会我们再用这种比较滑的这个布 再好好擦一下细节 我这个屏幕上面的白油斑呢 全部都清掉了 然后等它干完之后呢 再清一遍 其实我很担心就用指甲这样刮 虽然包着布 但这样刮的话 我很担心会伤屏幕 但是我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接下来呢 我们来擦这个外壳 给你们扫一扫哈 你看 你看你看 这都是我键盘上的 这个笔记本键盘 我已经撬了一下了 感觉里面还是有不少碎线的 我想要我们把它拆完之后呢 把里面的碎线抖掉 像我之前呢 就是给笔记本 就之前最早的是 SyncPad T430 我给它们换过键盘 换过显示器 是因为我动手能力强吗 不 那是因为穷啊 你要去电力修 材料费的基础上 还要加一两百的人工费呢 我还真没拆过 小米游戏本八代 第一次 好吧 小米的其他本 我也没有拆过 这地方呢 已经过保了 所以撕掉问题 也不是很大 我刚刚从它这一侧 扒了一下 扒出来一条缝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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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了 不要被这个声音吓倒 就这样开的 这地方有粘胶 还好我没敢硬掰 这个地方还隐藏着一个螺丝 赶紧下摇 如果掰了就坏了 我的妈 还好我没大 因为没拆过嘛 胆子比较小 没敢硬掰 结果发现那地方还隐藏着一个螺丝 如果我不去掉 直接掰的话 可能这个本子 就 差很多了 最整 一根狗哥的帽 为什么是狗哥的 你看这帽 白中带着 黑中带着 白 一定是狗哥的 这个小米八代的游戏本 我买的是顶配版的 它这个里面设计 我觉得不是很合理 像前几年 我拆ThinkPad的时候 它都是模块画 都什么是什么 我觉得好像是上 那个键盘的时候 好像只要把一小块 螺丝一去 然后它上面 就可以敲下来了 但我看这台机器 它整个是一体的 然后我今天没有预留出 更多的时间 我就拆了三个电池之后 我就放弃了 因为你看它这个电池 还有什么东西 都钉死在主板上了 虽然我们还装起来吧 还是清它的外壳吧 风扇呢就不需要清 因为风扇还是蛮干净的 拆都拆了 带你们看一下 这个笔记本的内部吧 我感觉小米这台笔记本 完全都不是给你们拆来玩的 当然这层也不会拆来玩 这个呢就电池 大家都不用说了吧 然后这个是机械盘 这个呢应该是固态硬盘 这个下面大概率是内存条 然后CPU和GPU一般是在风扇下面 当然我也没有查 我也是凭我的感觉说的 如果我说错了 欢迎给我指正 接下来把外壳清一下就好了 这一瓶呢就是清壳的液体 喷在机身上或者是那个布上都可以 这个底壳擦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该拼的拼起来 该拧的顶上 该盖的盖起来 然后我们再擦这个键盘这块 擦完之后吹一吹 哎效果还蛮好的对吧 我这台呢是游戏本 这台的性能呢其实比我的那个工作站要好一点点 但是为什么工作站一般要比游戏本贵呢 因为工作站它一般就是做工会好一点 显卡呢也是专业显卡 有些参数党子觉得哎做工无所谓啦 但是有些人他会比较在意这种做工嘛 而且像我摄影它一定要用SyncPad的 为什么因为SyncPad呢它有个小红点 对于摄影来说就是没有这个小红点它是不会买的 我个人就是真的用不来小红点 但是我非常喜欢就是那个SyncPad上面的一个摄像头 它摄像头有个卡口可以这样啪开起来的 好了这个笔记本已经被我擦干净了 它现在看起来呢已经不是战损版了 但我仔细的看了一下就这里被我 磕出了痕迹我怀疑应该是直播摄像头或者什么东西 砸到上面砸出来的 本来呢我今天是想把它拆掉 就是把键盘里面的灰尘全都清掉嘛 但实在是没有预留出拆机的时间 风声大雨点小 好了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